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热烈洗车小弟造型释出 网友等到电影上映再看也不迟 从未想过王一博饰演的陈宇和陈硕之间有何种关系 直到电影热烈关于王一博的路透频出 才从中发现原来陈宇和陈硕竟然是兄弟 哥哥陈宇为了正义万里追击 两年来踪迹全无 弟弟陈硕为了找寻哥哥 在各个行业打工 只为打探哥哥的下落没错 王一博新作热烈又双弱出路透了 自从王一博进组热烈之后 路透打包一样批量释出 先有奥特曼在游乐场跳街舞 后有陈硕在路边早餐摊打工 如今洗车小弟的造型再次释出 尽管洗车服造型也挡不住王一博的帅气 众网友也感叹陈硕生活不易 又是当街卖艺 又是洗车小弟 看着陈硕为了梦想努力拼搏 有笑有泪 有苦有甜 可更多的网友则表示 希望尊重全体演职人员的劳动成果 等到电影上映之时再看也不迟 一直觉得王一博拍摄的影视剧 在某种意义上 和作品的名称总能摇相呼应上 拍摄《无名》期间就对应了隐蔽和神秘 从开机到杀青 除了官方释出的几张海报以外 真就神秘又隐蔽的一点路透也没有 拍摄《长空之王》的时候 更是犹如在云层中翱翔一般 看不到一丝踪迹 可到了热烈这里可真够热闹的 王一博在剧组忙着拍摄 网友在剧组外忙着放路透 真可谓戏里戏外都热烈 就是内心突然出现了一些小恐慌 害怕路透伴着拍摄进度走 等到电影杀青之时 王一博饰演的陈硕 已经全部暴露在网友的视线当中 确实 因为王一博参加电影热烈的拍摄 使得很多喜爱王一博 爱看王一博跳舞的网友们 关注起了这部电影 不仅在其拍摄场地周围活动 期待偶遇 还有人报名当起了群演 当然 想要见偶像的心情可以理解 光明正大线的机会更是难得 可控制不住分享欲 不停在社交平台发布与拍摄有关的内容 却是不可取的 毕竟 主创团队创作不易 演员精益求精的拍摄更不容易 也请大家控制住激动的心情 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其实可以理解 在拍摄场地附近见到王一博之后 所有的理智都被激动的心情冲散 根本控制不住想要分享喜悦心情的洪荒之力 因此 关于王一博在剧中的穿着 造型 场景等都在无意之中被透露出来 可如果凑巧该场景被剪辑进了影片里 那么就是妥妥的剧透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小题大作 毕竟每个人都是支言片语 并不代表整部电影的走向和剧情发展 可是有一点要明白 一部电影也才一两个小时呀 尽管有些剧组为了提前预热造势 会示意战姐放出一些路透 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让网友有一种快人一步的感觉 让粉丝们提前知道自己的爱豆在做什么事情 同时也给了粉丝们一个给别人安利自己爱豆新作品的机会 但是你可知道 剧组有自己的宣传方式 一旦为经剧组示意的路透被发出来破坏这种宣传 这一部分的戏就会被删除掉 需要一人重新拍摄 并且路透的出现 让大家过早的去关注影视剧的半成品 到正片上映的时候自然就没有了新鲜感 对作品的播出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 这就是即便在吸引人的路透也会被抵制的原因 其实 大家相见王一博的心情可以理解 可是爪爪君认为 与王一博的最好见面 就是台上与台下 作品与观众的距离 所以不管你是群演也好 还是凑巧在拍摄的附近也罢 请控制好自己的分享欲 将想法留在电影上映之后 或许当时偶然的预见于影片中呈现的略有不同 两个版本会让自己更好地理解影片的真谛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意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